好 这一次被抢的这支名表 很多艺人都有收藏 甚至艺人潘伟博跟罗志祥 还曾经撞表过 但一般人要买名表 没有这么简单 除了可能要配表之外 几乎在市面上也很难找得到 得找熟视的钟表行 当仲介才有机会 而表商有时候会跟二手表 甚至结合高档服务 搭配卖咖啡 一对一的包厢路线 让顾客愿意掏大钱来卖表 拿在手上瞬间金光山山 RM名表的魅力 连艺人都难以抵抗 搭配一身黑衣 让艺人潘伟博 手上的表更加耀眼 没错他手上正是 要加四千两百万的RM表 同品牌的贴份 罗志祥也晒出笑脸表 高贵名表的魅力 连艺人都取之若鹜 它的螺丝形状很特别 跟一般的什么一字 十字不大一样 表盘很特别 它是透明的蓝宝石 就是你会以为 它好像是整个镂空过去 但其实上面还有一层蓝宝石玻璃 精细打造表中还有许多赛车元素 整支表充满运动感以及时尚感 不过像是要买这种名表 不简单要买还得有点门路 噱头也不少 除了找仲介行当仲介帮忙找货源 不少专门在卖名表的 或是二手表店 结合高档服务 甚至一对一保详化 如果是品牌代理的经销商 则搞饥饿行销 想买到热门款 可能就得多掏点钱配表 存了好久才能买上一支表 毕竟几十万几百万起跳 专家透露最好找首饰表商最安全 毕竟假货猖獗 连包卡和盒子放针度也很高 加上表又是负荷材质 重量也差不多 六人似乎只能看机型 不过专业度比较高 那保单上面它会有个序号 可以连接你的那个手表 背壳后面可以做一个核对 双方都可以做一个核对 明表谁很深想大把赚钞票的表商 花招多 消费者多做功课多比较 才不会砸了大钱还当冤大头 华时新闻张博生 小宇宙台北报导